恩典365 365天天天活在上帝的爱和恩典里面 昨天和大家分享到说 在婚姻家庭当中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是要知道 这个人到底是不是上帝为我所预备的 如果真的是出于神 即便人会有错 上帝从来不会错 但是我怎么知道 这是不是上帝为我所预备的呢 我们说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叫做 这两个人要同心才能够同行 但是怎么样可以同心 第一步恐怕是 我要知道他的心里到底在想什么 不要真的两个人都在唱 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那么怎么样能够懂得对方的心 你有没有发现 许多的时候 还不只是我们懂不懂对方的心 很多的时候是我也从来没有好好想过 我到底要什么 在教会里面我们要求 要结婚的年轻人 一定要来教会上婚姻辅导的课程 要教他们怎么去面对婚姻 我自己教婚姻辅导的时候 第一课一定是婚姻蓝图 那个婚姻蓝图还不是讲说 圣经里要我们建造一个什么样的婚姻 更实际一点是说 你要一个什么样的婚姻 那常常两个人坐在那里 要讲说我要一个什么样的婚姻 讲不出来啊 我就请他们做一件事 我说拿出一张纸来 来写十样在婚姻当中 你最在乎的事情 你最在乎的事情是什么 你最在乎的 我很在乎家里面要很干净 不要脏乱 我很在乎浴室不能够那个水 水质在那里 我很在乎袜子不要乱丢 我很在乎我最害怕就是没有钱 所以我们很一定要想办法 让我的这个经济能够稳 你每个人都不一样嘛 我说你马上写 因为你马上写是你最直接的想法 实践 然后呢 对方也要写 两个人都写 写完之后啊 翻过来 再写实践 写什么呢 你们谈了这么久的恋爱 写出来 你觉得对方最在乎的 实践事情是什么 都要结婚咯 你知不知道他在乎什么呢 我觉得很有意思啊 先不讲自己的实践 我们怎么看对方 两个要结婚的人 甚至你知道这一个活动 我在很多婚姻更新的营会 来参加婚姻更新的营会的人 都是已经结过婚的 有十年的 有二十年 有三十年的 在我的婚姻更新营会里面 还有结婚五十年的来参加 但是呢 我同样他们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发现这些年我做过几百对这样的事情 没有一对结过婚咯 有的结过二十年三十年 没有一对写对方最在乎的十件事情 跟对方真正在乎的那十件事情 是完全一样 没有一对 我一对都没有碰过 但是我碰过很多对 你以为对方很在乎的十件事 跟他写出来的十件 一件都不一样的 不觉得很有意思吗 在一起生活了这么长的时间 其实我一直以为他在乎 可是他并不在乎这件 反过来说 他很在乎的事 其实我不知道 因为不知道 就好像昨天跟你分享 我不知道他那么在乎 有没有把马桶盖子翻起来 所以两年的时间 我们不断在同一个点上摩擦摩擦摩擦 但是如果我真的知道了 就改嘛 这有什么难呢 只是翻了一秒钟的事情 一点都不难 但是我真的不晓得他在想什么 你知道 当我们做这件事的时候 很有意思 每次写完之后呢 我们就来公布答案了 每个人讲你在乎的十件 然后听听对方 他怎么看我 然后他讲他在乎的十件 我也来看看 我怎么看他 之后 你知道我通常做一件事情是说 好 我先出去 你们两个人留在这里 你们自己谈一谈 把门关起来谈一谈 哇 那就很精彩 有的在里面就吵起来了 有的在里面一直笑说 你怎么会这样想我 但是非常多的时候就是 我真的不知道你这样想 诶 常常告诉他们说 都要结婚了 你竟然不知道他最在乎的事情是什么 那这个婚姻真的很危险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在上帝的恩典当中 还是说二人不能同心 岂能同行 但是第一件 要想清楚 要听清楚 要知道对方到底在想什么 而我也需要知道 我在乎的是什么 你们一起祷告好吗 主要求你帮助我们 你给我们设立一个婚姻 帮助我们照着你给我们的智慧来经营这个婚姻 让我们不是盲目的摸索的 而是在属灵的智慧里面 懂得对方的心 也懂得我要什么 这是我们的祷告 奉主的名求 阿们 先说 在了解对方想什么之前 你要不要先想一想 那我到底要什么呢 如果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要什么 我怎么能够期待对方知道我要什么呢 上帝祝福 优优独播剧场